第五百五十集 气势交际之下 虎族三大宗师强者 心里同时生出一种忌惮之意 皈依真神的强大 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他们三大宗师 再加上天马真神联合起来 才能够击溃皈依真神的气势 从中可以看出 皈依真神的实力是多么的可怕 虎族三大宗师的心里忌惮不已 天马真人的心里却是暗暗高兴 他以前和皈依真人战斗过 还没有领教皈依真人的真正实力 就被皈依真人打得吐鲜而逃了 现在 天马真人和虎族三大宗师联手 终于知道了 皈依真人的真正实力 皈依真人很强大 但还没有强大到无敌的地步 天马真人相信 自己和两个虎族宗师强者联手 肯定可以击败皈依真人 双方试探了一下之后 气氛正式凝重起来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肯定是一场惨烈之极的战斗 不死不休 就在两大势力 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 遥远的天边 天地晶圆 突然轻轻地波动起来 现在有人正在高速地飞行过来 这种飞行的速度 绝不逊色于宗师 在场的宗师强者 心里都微微一惊 他们都是宗师强者 对峙之下 气势之可怕 万里之外 都可以感应得到 只要不是白痴 就绝对不会跑到 这种危险之极的地方来 碧云宗的宗师们 心里都是一条 难道 这遥遥飞过来的 乃是 狂兽宗和灵水宗 请过来的 强者吗 狂兽宗和灵水宗的宗师 心里也是一条 难道这个快速飞过来的人 乃是碧云宗 请过来的强者吗 人们惊疑不定的时候 一道青光远远地射来 青光微微收敛 露出了一个青衣少年 碧云宗的宗师 千剑真人 还有狂兽宗的宗师 彭真人 遥遥见到了这个青衣少年 正是吃了一惊 不愿而同地 叫出声来 掌业 天马真人的目光微微一眯 眼中闪过一丝 危险至极的神色 他刚刚进阶到大宗师的时候 修炼出了问题 又被皈依真人打成重伤 处于一种浑浑顿顿的状态 在这种浑浑顿顿的状态之下 他连续出手 都奈何不了张也 堂堂的大宗师 居然奈何不了一个修为浅薄的后辈 这让天马真人的心里一直不爽 这时候 他再见到张也 邓氏 杀鸡暗生 这时候 千剑真人 摇摇看着张也 喝道 张也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张也着力在虚空之中 青山飘飘 处于宗师强者的压力之下 依然从容自如 听到千剑真人的贺吻 张也的目光 落到了三个虎族宗师的身上 淡淡地说道 我来这里 是想阻止一桩交易 张也一提到交易两字 但是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狂兽宗灵水宗的六位宗师强者 心里都是微微一惊 狂兽宗和灵水宗的宗师 心里不虚而同地生出了一个念头 割让土地给虎族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负责 我们将会成为人族的公敌 狂兽宗和灵水宗 无论施展任何手段 打击碧云宗都是允许的 因为这是人族之间的矛盾 属于内部矛盾 狂兽宗和灵水宗勾结虎族 已属于大罪 割让土地更是滔天大罪 这种事情万万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他们就算是取得了胜利 也会被其他狱的势力视为敌人 绝对不能让张爷把交易说出来 杀了张爷 六大宗师强者心里不约而同地 起了杀心 碧云宗和灵水宗的六个宗师强者 不约而同地发出气势 六道庞大的气势 就像是六座大山 轰然朝着张爷镇压下去 谁也想不到 堂堂的六大宗师强者 竟然会同时出手 对付一个真道八重的后背 碧云宗的宗师也万万没想到 他们想要出手阻止 已经是来不及了 千千真人瞪着咆哮而出的气势 瞳孔唯唯一锁 心里寸道 哎呀 完了完了 六大宗师同时出手 张爷必死无疑 六大宗师同时出手 声势惊天动地 整个虚空似乎变成了六头怪物 在肆意地咆哮着 日月的光芒都被遮掩 张爷料不到 六个宗师强者竟然会同时发出气势 当时吃了一惊 不过 张爷此时修为大尽 虽惊不乱 在六大宗师发出气势的时候 张爷的手掌 微微一伸 一枚淡青色的长刀 骤蝉出现在手里 迎着虚空 一刀斩出 张爷一直以来 使用的武器 都是刀剑 闭关结束之后 张爷花费了一些时间 炼制出一柄 一品针起来 手里这柄淡青色的长刀 正是张爷最新炼制出来的兵器 取名青刀 青刀上面刻画着种种阵法 可以让张爷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青刀横空而出 淡淡的刀光闪过虚空 一声轻响之后 六大宗师发出来的滔天气势 竟然被张爷硬生生地劈成两半 全场的宗师强者 见到张爷的表现都是轻一一声 六大宗师的气势 虽然只是随随便便发出来的 但却也非同小可 即使这六道气势越过了三十里的虚空 威力依然是强大无比 真道九重初期的宗师 要想化解这六道强大的气势 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但张爷这个真道八重中期的后背 轻轻松松就化解了六大宗师的气势 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真道九重初期宗师还要强悍 张爷倒提轻刀 在众宗师的注视之下 却是丝毫不惧 他冷冷地一笑 说道 堂堂六个宗师 居然同时对本人出手 好大的威风呀 狂兽宗灵水宗 今天我先把你们交易的内幕 公布于天下 让你们成为天下的公敌 交易内幕 碧云宗的宗师强者们 目光同时一闪 站立在面前的皈依真人 沉声说道 张爷是吧 有什么交易内幕 快快说出来 老夫替你做主 天马真神这时候 眉头大大的一皱 他不等张爷再说下去 立即出声喝道 全力出手 干掉碧云宗 天鹏 你去杀了张爷 天马真神 施展出天马行空的身法 一马当先 带领着八个宗师强者 就像是一群下山的猛虎 朝着碧云宗扑过去 天马真人 和八个真道宗师 同时轰出一击 九道庞大到极点的力量 就像是九道闪电 狠狠地破开了虚空 朝着碧云宗的宗师 轰过去 碧云宗之中 龟一真人 乃是实力最强大的人 除了他之外 碧云宗的七大宗师 分别是 沧海真人 紫阳真人 紫剑真人 千剑真人 白红真人 宅兴真人 和巨灵真人 见到天马真人 一方发起攻击 龟一真人 和七大宗师 不缘而同的大鹤医生 也同时发出了一击 威力宏大的攻击 两道庞大的 难以置信的力量 在虚空中交集 整个虚空 都疯狂地跳动了一下 最后 庞大的力量 四面八方冲击出去 方圆万里的虚空 全都被力量 扫得颤抖不朽 大地上 则是裂开了一条条 深不可测的裂缝 尘烟 遮天蔽日 一记轰击之下 双方的宗师强者身形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脸色发白 显然 这一记轰击之下 双方的宗师都受了轻伤 宗师强者们 顾不上了伤 他们轰击之后 不缘而同地扑上去 各自找到对手 开始厮杀 很快 就打成了一团 混乱之急的战况中 龟一真人和天马真人 不缘而同地站到了一起 天马真人的一方 还加上了一个虎足六长老 两人合力对付 龟一真人 宗师强者们的出手 每一记轰击 都达到了虚空留痕的地步 全力出手之下 方圆千里 等时出现了 种种绚丽之极的颜色 这些颜色 久久停留在虚空之中 就像是凭空 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花儿 壮观到了极点 在双方的宗师战斗的时候 龟一真人 化成了一道金色的光芒 刹那间 越过了三十里的虚空 朝着张印飞过来 不久之前 龟真人曾经被张印打成重伤 连一只翅膀都自爆了 但隔了一段时间 龟真人的伤势 居然完全恢复了 就连翅膀 都重新生长出来了 从气势上看 龟真人的战斗力 丝毫不比当初弱 甚至还要胜出一些 小贝 今天你非死不可 谁都救不了你 龟真人远远地飞来 人还没有飞进 他的手里就多出了一柄长毛 这柄长毛通体金色 上面缭绕着道道符纹 一看就不是梵皮 龟真人在张印的手里吃过大亏 深深知道张印的厉害 见到张印修为提升到真道八重中期之后 彭真人已经把张印 视为自己的大敌 他人还没有飞进 手里的金色长毛就挥动了一下 一道金色的光芒 直轰张印 张印目光微微一宁 这彭真人倒是 小心起来了 也好 这一次 我就凭着自己的真正实力 把你斩杀 张印以前也和宗师强者战斗过 甚至还杀了三个宗师强者 但这些战斗 都是火灵和土灵出手帮助之下 才取得胜利的 并不是张印的真正实力 现在张印修为 已经提升到真道八重中期 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 自创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刀法 这时候张印才有资格 真真正正面对一个宗师强者 爽 青刀斩出 张印这一刀斩出 看起来平平凡凡 但却蕴含着一种 微妙之极的天地智力 一刀斩出之下 虚空之中出现丝丝的风 丝丝的风 以一种玄傲之极的方式 组合到一起 形成了一种 玄妙无穷的力量 丝丝的风 沾到了彭真人的金色力芒之上 金色力芒就像是冰雪碰到了阳光 竟然飞速地融化起来 这道威力无比庞大的金色力芒 每飞出一站就变小一些 飞到张印身外树里的时候 已经完全地消散在风中了 彭真人的目光 微微一闪 张印在早段时间 战斗的时候 虽然占据了上风 但手段却是非常有限 能够形成威胁的只有破云一刀 一段时间没见 张印实力强大了许多 手段也多了起来 这一刀的玄妙之处 就算是彭真人都看不透 彭真人的心里微微惊讶 但手伤却是丝毫不慢 他现在手里拿着兵器 又率先发起攻击 每一次攻击都厉害到了极点 张印又展出了两刀 彭真人发出来的攻击 轻轻瞧瞧就被张印化解掉 庞大的力量还没有飞进 就随风而逝 彭真人的脸色 变得沉重了起来 前段时间 他和张印战斗的时候 张印就像是一根紧紧绷着的弦 虽然强大 但随时都有可能绷断 就像是一头危险至极的蛮兽 短短的时间不减 张印的刀法变得从容自在 实力如同大海一般 深不可测 修为虽然只有真道八重中期 但宗师风范 已经出现在张印的身上 彭真人凝视着张印 缓缓缓地出声说道 刚才的两刀 分明融出了风之一级 融出了上古战级 这两刀叫什么名字 彭真人这时候 终于展现出宗师的气度 他越是展现出这种气度 就越说明他重视张印 他已经把张印视为同级对手 心里下定了决心 斩杀张印 张印收刀而立 微微一笑 说道 正如彭真人所说 这两刀乃是本人融入风之一景 还有上古战纪 自创出来的刀法 这一刀名叫风流 取一切世间法 随风而流逝之意 自创斩截 彭真人的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震撼神色 张印自创出来的风流 借助风的力量 把对手的力量带走 其中的玄妙之处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彭真人忽然哈哈一笑 手里的金色长毛 骤然一指 沉声说道 哈哈哈哈 好一刀风流 能够自创出这一刀 张印 你死而无憾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